他是海豚丸恋人中的小泽亚 也是第八号档铺中的童年韩磊 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小童星 他就是王新义 然而就是这个小童星在长大之后却成了一个杀人犯 还因此被判17年 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1995年王新义出生于台湾 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 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王新义的爸爸妈妈是一对非常不负责任的父母 把孩子生下之后就将王新义扔给了奶奶照顾 所以王新义从小就没有感受过父母的疼爱 一直和哥哥奶奶相依为命 2002年因为长相可爱 王新义参加了台湾的一档综艺节目 正式进入演艺圈 2004年王新义9岁的时候 又参演了电视剧《海豚丸恋人》 在剧中饰演达达 达达是泰瑞莎家里受养的六岁小男孩 小时候看到刚被送来的小女孩小瓶盖 处处受到欺负 就挺身而出保护了他 也正是因为这部剧 让王新义打开了知名度 广告代言接连不断 而王新义的父母 在见到儿子可以赚钱之后 又将王新义带到了自己的身边 让儿子到处去接广告 演电视剧 还把王新义的两个哥哥 也一起送到了演艺圈去当童星 在这之后 王新义又出演了第八号当铺 《生命原舞曲》 《我是男子汉》等多部电视剧 十二岁的时候 就凭借着出色的演技 提名了最佳男主角 一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王新义绝对是最有前途的童星 然而因为 王新义过早的接触了社会 也给他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 因为年少成名 所以在学校里 王新义总是会受到一些同学的欺负 这就让他越来越厌恶上学 王新义的父母也只是把儿子当作赚钱的工具 甚至还半夜三更的将儿子拽到片场拍戏 在这样的家庭和环境的影响下 王新义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变得越发叛逆 十二岁的时候就被爆出 和比他大两岁的粉丝谈恋爱 甚至还拍摄了不雅视频 这段消息被爆出来之后 王新义父母的操作 简直是让人大为惊讶 他们竟然将这件事情的责任 全部推给了女方 还将对方告上了法庭 王新义的父亲在法庭上表示 正是因为女方的不检点 故意引诱自己的儿子 所以才会有不雅视频的流出 甚至还觉得女方涉嫌诱拐 其实王爸爸真正担心的 并不是王新义的心理健康 而是担心儿子因为这些事情 会无气可拍 绝对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断了他们的财路 不过王新义在法庭上表示 他和女方两个人之间 只是纯纯的爱 所以法官并不认为 这件事可以构成犯罪 经过了这次的事件之后 也许是王新义 再一次认清了父母的用心 他变得更加的叛逆 试图逃脱父母的掌控 不愿意再成为他们的摇钱树 恰巧也在这个时候 他接触到了社会上的不良少年 禁住者赤 禁墨者黑 王新义开始学着抽烟 纹身 打架 逃课 完全变成了一个小混混 后来 王新义的奶奶离世 这件事情给他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毕竟从小到大 他都是和奶奶相依为命 相比较于爸爸妈妈而言 他和奶奶的感情更为的深厚 唯一真正关心他的人离世之后 王新义也干脆破罐子破摔 直接加入了黑帮 偷鸡摸狗 打架斗殴 是一样也没落下 2012年 王新义因为涉黑被逮捕 警方在扫荡逐联邦堂口之后 拘留了24位成员 其中就包括年纪16岁的王新义 警方在审问的时候 王新义一直否认自己参与施暴 不管警方问什么 他都只是回答不知道 不清楚 因为王新义还未成年 最终因为年纪太小 被取保候审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并没有让他悔过 反而在四年之后犯下了大错 2016年7月21日 21岁的王新义 在夜市和一个16岁的未成年 发生了争执 随后 双方同情的人就发生了斗殴 王新义和朋友拿着刀枪棍棒 将那位未满16岁的少年 砍成了重伤 警方在接到报警之后 立马赶往了案发现场 并在一家宾馆 把王新义和他的同伙抓捕归案 最终法院判处 以王新义为首的三人 赔偿少年357万 并取保候审 王新义被保释出来之后 依旧不思悔改 仅仅在一年之后 用一位诈骗罪 再次被关进了监狱 2020年 恕罪并罚 王新义直接被判处 17年有期徒刑 当初的小同性 之所以沦落为奸下囚 和父母的教育脱不了干系 年少成名 过早的拥有了鲜花和掌声 心知不成熟的王新义 难免会有些飘 这个时候 正需要家长的证据引导和约束 然而王新义的父母 却只把孩子当作了摇钱树 丝毫不关心其他的事情 就直接导致 王新义的之后 犯下了更大的错误 同样都是小同性 赵新培则走上了和王新义 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前面大家还记得 86版西游记中的红孩儿 你是猴子请了的救兵吗 这句话是否勾起了你的回忆 而剧中红孩儿的扮演者赵新培 当时也不过八岁 凭借着古人精怪的形象 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拍摄电视剧的时候 赵新培在看到自己的衣服 只是一件兜兜之后 还和导演谈起了条件 要求在拍摄的时候 不允许有女性在场 不能拍自己光屁股的样子 而且拍完之后 必须马上换衣服 赵新培这种小大人的样子 自然也引来了一片善意的笑声 拍摄的时候 因为赵新培年纪还太小 所以就会有工作人员 将台词一句一句的念给他听 然后他再跟着背 表演的时候 也会有人告诉他 大概要怎么演 有时候也会给他做示范 毕竟还是一个小孩子 剧作业并没有对他有过多的要求 由他自由去发挥 然而赵新培的表现 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他在镜头前 没有丝毫的胆怯和扭捏 演技也是非常的自然 完全将红孩儿身上的那种调皮可爱 和胆大妄为给演绎了出来 在拍摄完西游记之后 赵新培就凭借着在剧中出色的表现 受到了很多的邀请 按照正常的发展 在拍完西游记之后 赵新培的演艺事业 也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和比较完美的开局 他完全可以借着这股东风 继续演戏拍戏 成为一名正式的演员 然而在面对各个剧组的邀请时 赵新培因为迷上了计算机 所以他的父母全都回绝了这些邀请 赵新培在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虽然家里并不富裕 但是父母在他的教育上非常关心 因为痴迷于计算机 所以基本上每一台电脑他都有 可以说也正是父母的权力支持 才为赵新培之后的成就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并没有继续留在演艺圈里 莫怕滚打 而是渐渐消失在了大众事业里 回到学校安安心心的读书学习 等他再度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时 已经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学霸 1999年 赵新培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毕业之后就直接被保送到了 中国科学院的软件研究所 朔博联读 并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 如今 赵新培还创办了农业互联网 并在北京农管家科技有限公司 出任首席技术官 名下所关联的公司就多达52家 而赵新培身家早已过亿 拥有着自己热爱的事业 过着想要的生活 赵新培一直都刻意的远离娱乐圈 他觉得那个圈子太过浮华 王新义和赵新培两个人都是同兴 王新义的父母将他当作摇钱处 从一名同兴沦落为奸下球 而赵新培家里虽然不富裕 但是为了儿子的兴趣爱好 他们大方的出钱投资 这就让赵新培从一名同兴 变成身家过亿的中科院博士 两个人有同一个起点 然而人生的走向却是截然不同 这其中和父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